3D Studio 嗨 我是3D Studio的導演Ben 今天我們要來講色卡 在開始之前 我們就要先 因為我們是故意將我們的環境設定成 色溫不太對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這個色卡 來先把我們現場校正一下 先給各位看一下到底有什麼差異 拿的時候就是要拿邊邊 不要擋到前面 然後要看有沒有反攻 或是你可以上下動一下 或是在臉旁邊 或是另外一邊 也可以校正我們的色溫 OK 色卡它很重要 就是我也是工作了好幾年之後 才發現以前覺得 為什麼一定要用色卡 就是覺得有必要嗎 現在機器這麼方便 但我後來發現還真的需要 原本以為是一件很若無的事情 然後覺得很old school 的事情 但它在後期的時候有時候可以救你一命 色卡有很多種廠牌 其實長得大同小異 然後這種是小的 方便拿的 它是一個DSC Lab的廠牌 今天我們會分成四點來講 首先就是為什麼要使用 以及它的原理是什麼 什麼情況下使用 最後是怎麼樣使用它 怎麼樣就是確切的 你在後期軟體怎麼樣使用它 像這個品牌 你看它買的時候 套子它特地寫 它可以在達芬奇裡面使用 基本上達芬奇裡面有內建 有擠在廠牌 是它配合了廠商 使用上會更方便 現在就來講為什麼要使用 驅使我要使用這個的動機 是我曾經遇到一支影片 那時候大概兩三年前 那時候我們拍攝的行李箱 然後它有三種顏色 第一次拍攝回去之後 撿一撿撿一撿 交給客戶 然後客戶說 這個顏色怎麼不一樣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發想 我們剪輯的時候完全沒有發現 就是產品的顏色 和影片出來的顏色 完全不一樣 我們就去研究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原因有很多種 第一個是你機器好不好 是一個原因 現場光打的怎麼樣 是一個原因 有沒有膠色卡 也是一個原因 但就算沒有膠色卡好了 一般情況下 就是我們努力的 在後期裡面挑 也應該要挑的回來 但是 那次的情況很詭異 那可能是機器 那時候是用FS5和A73 然後 燈光呢 因為我們當時 現場的光是直接用 場地的攝影棚的燈 然後後來發現它的燈超爛的 所以呢 這也是我第一次重拍廣告 就是我以前從來沒有重拍過 這次是為了 因為這個顏色根本就是 舊也舊不回來 或是後期搞了半天 就是覺得 哇這個真的不行 我不如重拍好了 我忘記我有沒有跟客戶偷偷講 我就說欸 再稍等我們一下 我可能就跑去重拍了 所以就是 這次驅使我 為什麼要使用它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在後期裡面 救你移民 有時候啊 因為我們人眼 和機器拍攝 感覺上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 現場看是紅色嘛 我們回來看 欸也是紅色啊 但是現場看的紅色 和你後期拍回來的紅色 又看起來不太一樣 所以這時候就是需要色卡 來幫助你 還原到底當時的紅色是什麼顏色 那第二點呢 就是你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用 首先呢就是 當你不確定這個顏色到後期 可不可以還原的時候 你就要使用它了 那對我來說呢就是 因為之前的慘痛教訓 所以 只要是跟產品相關 或是那個產品 有顏色很重要的 或就是像筆電啊 或是任何的 比如說那個有曲面的產品 我都會盡量使用它 或是起碼有一個畫面會使用它 作為依據嘛 就是你起碼有一個畫面 你可以做參考 而不是拍一堆回來 然後你每個畫面 都不是很確定 到底要怎麼調 有一個依據就是最好的 那再來可能就是 在多機的時候 有時候拍劇情片 你可能需要兩到三機嘛 或是在特定的光線下 它們呈現出來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一開始或是結尾有一個校正 那是最方便的 所以呢 在很講究的時候呢 你可以使用色卡來幫助你 再來是第三點 它的原理是什麼 以我們這個為例 它有兩面 這邊就是灰卡 它可以讓你對擺平衡 然後也可以讓你對曝光 那另外一面 骰色的呢 是在 在後期的時候呢 它是 讓我們有更多的顏色 做參考的依據 比如說有膚色啊 讓我們的顏色呢 可以做一個偏色的校正 這邊呢就是 白灰黑嘛 讓我們可以在後期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亮度的依據 但是簡而言之呢 其實我們 需要用到的蠻單純的 就是我們要 校正我們的白平衡 那 校正我們的顏色 我們的色片 大概它的最主要用途是這個 再來就是怎麼使用它 通常我們目前都使用這一面 因為它這一面其實就有灰色 然後我們會搭配達芬奇使用 在開機的時候呢 就會請射注或是場計 直接拿起來 然後會確認一下就是 是不是有沒有反光 那盡量不要讓它有反光 盡量讓它有正確的光源 或是靠近你要配色的物體 然後這樣子才能可以 校正你拍攝物的顏色 像我這個衣服 它其實是截頸黑色的藍色 但可能 你不校正可能看不出來 可能畫面上可能看不出來 對 但這個就還好啦 再來就是進入後期 那這個在達芬奇裡面 我不確定Premiere裡面有沒有 但達芬奇裡面就是有專屬於 這個廠牌使用的校正的方式 它有時候呢就是有會很驚訝 就是欸 原本以為畫面已經很正確了 但是經過一校舍發現 欸 還可以這樣子更不一樣 或是更準確 準確不一定是好看 應該說 我們也許有時候要風格化 但在風格化之前呢 我們需要有精準的顏色 比如說客戶一定會很要求他們的商品 顏色要正確 不然觀眾可能會被誤導啊 尤其是口紅 應該很重要吧 顏色不能拍錯啊 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 這就是色卡的重要的地方 不論你的機器再好 就是你後期需要調色 都需要有一個依據做參考 那最後呢 我很建議各位如果是在商用 你是拍廣告的人 很建議你使用這個東西 它其實沒有很歐斯果 它可以救你一命 那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